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就想分享一下我剛才交收的NDSL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我之前的3DS的影片 那條影片其實我都在黃金問過NDSL的價錢是多少 但我覺得在黃金買有點不太划算 因為都偏向我預期中比較貴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NDSL 那買來有什麼用呢? 我有些遊戲的卡帶,譬如是Pokemon的心金 Pokemon的綠寶石 其實我想傳一些精靈過去 因為很久之前我NDSL借了給親戚 然後就消失了 我見有一個便宜的就買了回來 就來開箱看看這個NDSL 我印象中NDSL都要1000元 一開始就剛剛推出的時候 現在的話當然就應該不用了 但如果你比較新淨一點 又沒有什麼缺陷的話 應該都要4500元 4500元 那我這一部就買了8多元一部 8多元一部其實都挺便宜的 不過當然還有一些更便宜的 不過太便宜的可能質素又沒有那麼好的 好,那我們來看看這個就是那個VDSL 那你見到其實它都可能有很多的塵 很多的塵 那有沒有發黃呢?應該就沒有 因為黑色通常很少會發黃的 我見到它有白色選擇 粉紅色、淺藍色和黑色 那當然是選擇黑色 因為黑色耐看 耐看一來二來 就算有什麼發黃都未必看到 好啦,那機器是可以開到的 那買家其實都挺貼心的 有些... 有些驚喜 即是它會叫我試好機器才再交收 都沒有問題 那...都挺特別的 因為我其實... 我覺得開到機器又按到按鈕 都應該OK 因為其實呢 你看到螢幕都不可以說不清晰 也沒有說有些黑點 螢幕有點黃的情況發生 其實都算新正的 老實說都算新正的 它這個價錢買到是挺強的 對啦,那遊戲方面呢 其實裡面有啦 但是我也覺得沒什麼所謂的 因為...正如剛剛所說 我買這部機器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為了將精靈由第三世代傳去第四世代 再由第四世代傳去 現在最新的Pokemon劍盾的銀行裡面 對啦 那基本上呢 按鍵方面就沒問題啦 按鍵方面沒問題的 那...其他的那些都OK啦 可以回去按Start 然後按其他按鍵 它又有反應給到出來的 其實我覺得已經可以了 唯一不可以的可能就是... 其實都沒什麼不可以 對啦 它很多東西都包了啦 還有一樣 它有包到一條線 這條USB的... 插NDS的線 應該是 對啦 NDS頭的... 充電線啦 隨著這個時間呢 基本上呢 那些3DS... 不... NDS的充電器呢 其實都越來越消失啦 那所以呢 基本上改造... 改到現在 只是用USB 插在電腦 又或者一些尿袋裡充電 都沒問題啦 那就... 插在這裡 先... 對啦 插在這裡就已經OK啦 其實我主要選它的原因呢 一來就是... 看到它都OK 還新正啦 二來呢 其實它包了一條線 一條線 跟著... 這一張東西 這一張東西 其實大家可能... 不太知道啦 又或者如果你有玩 可以一定知道 你這一張是什麼 這一張呢 就可以... 入一些遊戲下去啦 對啦 還有它也有包到筆啦 因為有些機器 它是不知為什麼沒有那支筆的 有機會呢 是可能玩玩一下NDS 那個筆位呢 就會越來越鬆落 所以做到... 那支筆呢 就會很輕易地移動下來 但是這部又沒有 它又不會移動出來 跟著那些按鈕呢 它又不會說按不到啦 那些按鈕呢 你可以很明顯聽到 它有個回彈的聲音呢 非常之強 好啦 那開完第一部呢 我們就開第二部啦 那第二部呢 一樣都是黑色啦 對啦 因為... 我不會選白色啦 因為白色太過... 太過黃 肯定黃的白色 好 那另一部啦 那另一部呢 其實相對地呢 就會是... 殘舊很多呢 比起第一部 我給大家看一下 各個分別 那第一部呢 就是這部啦 而第二部呢 就是這部啦 對啦 可以很明顯看到 第二部這裡呢 是有些花痕在上面 那這些花痕呢 我覺得稍後就會用酒精 燒烤酒精去買一買 因為... 因為始終是二手買回來啦 老實說 最好所有二手都買一買先的 好 那一樣啦 嘩... 這支筆這麼實的 大家可以看看這支筆 這支筆超實正的 正常呢 這樣輕輕挑一挑選出 這個... 這個是很實的 它兩部機都有給我測試過 其實我兩部機都看過的 還有一個喇叭都OK啦 就是不會說有些聽不到的情況出現 那一進去呢 就是這個... Hello Kitty的... 這個... 主題啦 還有它這個按暗 是因為還沒開燈 對啦 一開始呢 它還沒開燈 OK 那進去都是沒什麼特別啦 都是有遊戲在裡面 但是我都不是衝著遊戲去買的 不是為了那些遊戲啦 因為NDX來說 其實現在都淘汰了很久啦 很多地方都可以玩到NDX的 不一定在那部機器裡的 大家知道我說什麼啦 一樣呢 它也有包含這張R4的 那兩張R4都是說... 一億的容量 一億應該是說十多元都有這個價錢 十多元應該差不多啦 那大致上這兩部的NDXL 就開箱到這裡啦 其實這個價錢我覺得真的OK啦 我印象中記得上一次去黃金問了一個NDX 對啦 那它呢 是白色的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一樣 白色是很容易有發王的情況出現的 那它拿出來的那一刻呢 其實我已經看到很多很多發王 很多很多發王 然後它說... 雖然那個賣家就說 對啊 因為都偏向殘殘的 舊的 但是它是開價是開到480的 那我就覺得... 都挺貴的 還有它那個... 感覺上這一部 更好的那一部 一來啦 可能它是黑色啦 所以看不到一些發王的情況啦 二來就是... 二來就是... 其實它由... 就是這樣看這些位置呢 你都不會看得到很多一些問題啦 還有... 另一樣就是看這個插口位 那這個插口呢... 插口位呢... 你雖然看到有一點點發... 有一點點... 黃黃的的跡象 但是它也是充電的 就是它不會說... 特別是關了獸啊 氧化了的情況發生啦 那這部也是啦 這部也是一樣的 兩部其實也是一樣的 因為始終... 始終它... 就是這些遊戲機 一開了出來 就很難避免的 除非你本身有好好保養 基本上有近90%的人 應該都不會特別去保養這些遊戲機 對啦 通常都是有得它放在這裡啦 然後就等它慢慢經歷過一些潮濕啊 大家都知道啦 香港很多潮濕的情況 潮濕啊 然後一些日曬雨淋啊 即是不要說日曬雨淋啊 有潮濕 然後經常都又熱又冷 那那個插口位很難... 就會慢慢老化啦 所以就有這些情況發生 那這個就... 我猜啦 應該沒問題的 這個充電我沒試過 我都怕有點... 其實... 好啦 那現在試一試那個插口位 是不是可以正常充電的呢 好 那先插第一部試試啦 好啦 那第一部你見到它著了燈 那這盞燈呢 就是橙色燈來的 那一元就會沒了 這個是一個充電的燈膽 充電的燈啦 那另一部都是充電的 那兩部基本上就測試完了 大部份的功能都OK啦 那剩下如果要試的話 應該是試一些... 十字鍵啊 或者是其他一些... 玩V會不會有什麼問題啦 不過這些問題通常可能玩得多 越玩得多可能就會發現啦 那現在暫時我初步來看 就還可以的 這本NDSL 那在最後呢 都有一些趣事分享給大家的 那首先呢 我一開始聯絡這個買家的時候 這個買家其實它的打字方式 已經是一些... 我可以估計到是男仔來的 有一個男仔然後都上了年紀 可能是叔叔大叔阿叔那些年齡啦 那因為呢 那為什麼一看到呢 因為它的用字 其實可能夾雜著一些簡體字 還有... 還有... 打字不是說很順 真的怎麼說呢 可能... 有一些網上經驗的人 就打字會很... 很順暢 不會說有些極極的 又或者一些書面越少一些 除非特地打 但是... 很容易看到的 我很容易看到那個人是... 什麼年齡啊 男還是女都... 有機會看到的 對啦 那我看到呢 這個是上了年紀的 叔叔啦 那到步的時候呢 見面的時候呢 真的是一個... 阿叔來的 真的是一個阿叔來的 那其實呢 有些反差的就是呢 其實呢 他... 好像... 怎麼說呢 他說我呢 因為我看到那部機 開到機啦 按到按鈕啦 我又不用入遊戲 因為入遊戲沒什麼意思 我就說OK啦 沒問題啦 然後他就說 不是吧 你檢查一下吧 你這麼... 這麼不認真 他第一次這樣說我 然後說 好啊 那我開一開機再按一下遊戲 然後他跟我聊聊天 然後就說 為什麼你要選這個顏色啊 為什麼不選其他顏色啊 因為我說黑色很骯髒嘛 看起來... 看起來不會有很大的問題 對啦 他也承認的 他在買很多部NDS 對啦 他也承認黑色是比較骯髒的 而且他說白色就很容易化黃 是肯定會化黃的 OK 那我就當然不會買白色啦 基本上除了... 除了黑色之外 可能我會買的就是粉紅色 除此之外 白色我一定不會買 淺藍色都OK啦 最不可能買的是白色 到最後最後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啊...我以為你買兩部機 是一男一女的賣 然後我馬上呆了 然後我馬上不懂怎樣回答他 對啦 難道我跟你說我兩隻手 左右手一起玩NDSL 有話跟你說嗎